金童挠了挠脑袋 疑惑地问道 我好像有点没听明白 提魂也是一脸迷惑 就是说呀 你再是一百万遍也没用 只会被一次次地 被传送到节节外 而且自己还发现不了 鬼屋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韩道友不愧是 修行时间法则之力的人 眼光十分精准 才这么几下 就看透了这节节的功效 只不过这样的重复 是不会无限持续下去的 达到一定的次数限制之后 闯入者的肉身 便会被时间法则所分解 一身先灵力 也会流入大阵 反哺于他 此言一出 提魂和金童都是一惊 韩力并未露出什么异样 只是目光 不断地在大阵表面 游移不定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老东西不早说 你就害死我 你只是试了七八次 不外事的 要达到我说那种程度 起码要万次以上 只是对于当事人来说 除非有旁人干涉 否则根本感受不到 也就是说 在他出手那一刻开始 他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韩力问道 鬼屋道友 你可知道该如何破除这道禁止 道友又说笑了不是 我若是知道这个 这阎罗之府不早就是我囊中之物了吗 韩力问言 便知他所言不虚 不过解灵还需寄灵人 既然这结界是时间法则铸就而出 那么想要破解 当然还是要从时间法则来入手了 韩力听罢 心中似有所感悟 随即双手一掐法诀 口中轻声送念而起 只见其身上荡漾起 一阵时间法则波动 身后精光大作 五个时间法则具象之物 同时浮现而出 环绕在他的四周 韩力默默运转大五行幻视觉的功法 随手一挥之下 五件时间法则具象之物 周深顿式精光大作 一个个飞绿而出 分别占据了五行方位 落在了结界光幕上 只见结界光幕上 荡漾开来的五道时间法则波纹 从前后左右 各个上方分别扩张开来 所过之处的结界表面 都泛起了细微的波纹 看起来就像是湖海水面一样 韩力抬起一根手指 轻轻一戳结界 便响起 啵的一声清响 那层光幕随即如泡影一般 自行碎裂开来 顺时之间 天地之间灵气浊气 烟障迷雾 纷纷从四面八方 汹涌而至 冲向了那座孤岛 岛上也像是刮起了一阵狂风 所有的树木经历过不知多少岁月 在此摇晃起来 可怜其上停止的鸟雀 被陡然袭来的毒杖之气淹没 瞬间跌落了下来 鬼屋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竟然这么快 韩力也不解释 只说了一句 走吧 就当先飞上了孤岛 金铜和提魂二人紧随其后 孤岛之上甚是荒凉 日之所见竟是森森古树 就连裸露的山石都少有所见 更没有什么亭台楼阁之类的 仙人釜底 不过呀 登岛之后 韩力隐约之间就有所感应 觉得孤岛中部 有一阵若有若无的时间法则波动 不断地传来 吸引着它朝那边而去 岛上林木茂密 野草灌木丛生 当中却是连一条 山野小径都没有 韩力三人也只能从草丛之中 蹚出一条路来 不断前进 随着一路向上 岛屿的地势越来越高 树木也就没有最初时那么茂密了 等他们来到山顶上啊 四周就只剩下一些 低矮的灌木丛和茅草了 韩力一眼就看到了 一从野草当中竖着的半块残缺石碑 韩力走上前去 剥开茅草一看 就见那板块石碑上 生满了墨绿青苔 上面刻着的字迹 几乎都被掩埋了进去 只能隐约看到 知府两个字 石碑的断口很不整齐 中间更是有一个 拳头大小的户口 一旁的金童突然叫道 大叔你看那边 韩力寻声望去啊 很快就在旁边的草丛当中 发现了另外半块残碑 扫去表面的浮土和杂草 上面赫然镌刻着 盐罗二字 提魂将目光从石碑上移开 在一打量四周 开口说道 看样子 这里就是盐罗之府的所在了 既然不见洞府 应该是有秘境 或者法阵存在 韩力点点头说 就在这里 这里 韩力笑了笑 抬手虚空一抓 一道金色流光 就从其手心涌出 将地面上的半块石碑 裹了进去 隔空提了起来 放在地面上的半块残碑之上 两块残碑上的断痕 完全吻合 严丝合缝地嵌了进去 怎么还缺了一块 只见已经合二为一的石碑中央 赫然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缺 并不完整 看样子 应该还缺一把钥匙 鬼屋的声音 从韩力的腰盘响起 鬼屋道友 你可知这钥匙为何物 这阎罗之府存在久远 究竟是何人所见 我都不清楚 又怎么会知道 这钥匙是何物呢 倒是韩道友你 既然是来寻这地方 怎么也会不知道啊 韩力门炎身体一僵 当初肉身穿梭 见到弥罗老祖的时候 他教自己 有机会就去找找 阎罗之府 可并未提及具体的位置 和所在的禁制钥匙 这教自己如何是好啊 他走上前去 蹲下身 仔细查看起那块石碑 但见 其上并无明显的法则波动 也察觉不出 什么空间法阵的痕迹 韩力略意沉吟 伸出手指 在那处空洞上 抚摸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 其大小形状有些眼熟 随即将手指伸入空洞中 细细抚摸了一下 眼眸一亮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来 韩力收回了手指 拍了拍上面沾染的青苔 随即手掌一翻 掌心中就有金光流转 一块金色的燕苔 上面雕刻着一头 卧服黄牛 呈闭眼酣眠状 线条流畅 形态酣然 此物正是之前在九元城时 武阳送给他的那块金色燕苔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